影片小画家 所谓的影片小画家呢 指的是我们可以在影片上来作画 好 首先我们看我们的蔬菜库影像的地方 我们找一个现成的 譬如说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书本的影像 我现在把它拖一到 我们的视讯轨来 好 那过来呢 我来启动我们的影片小画家 然后呢 在书上写字 好 这个就是影片小画家 我现在点选他 那么他就进入到 影片小画家的编制状态来 好 左边这一块 是笔刷的大小 这是笔刷的 我们可以看到笔刷的长度 这是笔刷的宽度 好 那么这些是笔刷的种类 包括这是油漆啦 喷枪啦 蜡笔啦 等等 好 那这个地方是开始录制 那还没有开始录制之前 我们当然都可以 随意来作画 譬如说我选的 选的是笔刷 然后颜色呢 我来选颜色 好 那这次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 譬如说等一下我要写 积峰这两个字 就来练习一下 好 那么 橡皮刷在这边 我点一下 把它擦掉 擦掉 或者用 我们可以用 还原钮 那这叫重置 都可以 好 那么 当然也可以用 橡皮刷把它擦掉 好 那么 好了之后呢 我们 事先预习过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录制了 好 调整好笔刷 笔刷头的大小 然后选一种工具 然后选颜色 好 准备开始录制 现在再选这种工具 开始录制 这时候我就开始写 疾风 如果有收鞋 收鞋版的话 那当然会写的比较好 完成之后呢 按停止录制 然后在 下面这边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呢 它就开始来 产生 我们小 小画家的档案 好 那么 呃 它目前 这边有百分比 完成进度的百分比 完成到百分之百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 整个影片档 那么 我们看到上面 上面是它的 这是以前所 使用过的 影片小画家 或者说它预设的 好 那么 到百分之百了 做好之后呢 它会把我们 刚才的 作品放在视讯 在视讯的素材库里面 我们把它拖曳下来 到附叠轨的地方 产生附叠 然后 按 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所写的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影片小画家